说吧 什么任务 小手师王挺像的 恭喜 恭喜江华老师 太辛苦了 我不知道见着你面 我是哭还是乐好 这个是我们宝宝手里的线索 对不对 我还没看呢 您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 给我们松头开演 什么呢 当一天临时报的 您怎么这么开心呢 我这么多年就装孙子了 今天也当回爹 那我们的小琪琪 你今天需要这个临时爸爸 来干嘛 来做些什么 今天老师找你 你们老师找我啊 这一听这一事 什么一拘领 我是我就怕这事 为什么 就我那亲爱的 怎么了 那老师 他那两头找我 为什么 都是女生家长告他了 女生家长告他 那琪琪你几岁 八岁 八岁 那你放心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 只要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什么样的老师 我都能对付 走 好 走 正在为您播放的是 新孝林 行不行了 别那么叫 别那么叫 你现在已经开始听见我的声音 你就迷糊了 是不是 因为心里发烧 但现在我得换个称呼了 叫 嗨 她爹 别客气 别客气 你现在就把我这个宝宝交给你 这就交谍了 这就交谍 因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您的任务就正式开始了 快点 老师都很着急了 王老师 王老师 老爸 这是王老师 王老师 这是我老爸 不是 我是他爸爸 您是提提爸爸 对我是爸爸 原来我听说您不练闪打的吗 对 现在变这么胖了 就以为胖了 我把哪个家人打散了 您上次来参加我们家长会啊 您上次说那番话特别好 是吗 我都拿来做班训了 哎呦 谢谢老师 这是这样吧 您再跟琪琪在单独说说 让琪琪在受受教育吧 再说一遍 再跟她单独说说吧 不是 这孩子我每天我都不教育 是不是我每天我都跟她讲 你上学嘛 就是一个求职的过程 对吧 你求职 你觉得有一个求职的态度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事之也不惯人之不体之 患不知人也求为可知 明白吗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孩子就这样 反正你要说的他能听懂 是吧 我看琪琪吧 你看你学物这么高 对 你看琪琪最近表现的不是很好的 你又惹啥祸了你啊 是怎么说的也被不长记性的 你不诈啊 你好好的你 什么孩子你 好好的 老师你别生气 我回去我跟她妈好好教育她 她妈比我还狠呢她妈 好好的 咱姐姐别多说了 咱先到教室去看一眼吧 教室啊 教室在这边 咱先到教室去看一眼 谢谢 你又惹啥祸了 这是 这爸爸当的哭笑不得 是 你看看 接着让人家找一只穿一只袜子的人 接着又去给别人装爸爸 这次的任务是不是有点太高难度了 我觉得至少是要亮五颗星的那种 这虽然哈 这个你看 那么点儿有小孩 嗯 但是就用我的一句话说呢 嗯 孩儿虽小啊 但是鬼主意可多呀 哎呦 郑豪老师 您就接着瞧好吧 你爸 你看你学乌这么高 对 你看习一级最近表现的不是很好 你又惹啥祸了你啊 你怎么说你被不长记性呢 你不诈啊 你好好的你 什么孩子你 好了好了 老师你别相信我回去 我跟他妈好好教一下 他妈比我还狠呢 他妈 那好好教一下 咱爷爷废头说了 咱先到教室去看一眼吧 教室啊 教室在这边 咱先到教室去看一眼 谢谢 你又惹啥祸了 这是 这孩子你是老惹祸